我们高级婚时 生活条件不好 但过得很幸福 但是现在 她能挣钱了 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不好 我们都是老夫老妻的 她总想让我像以前谈的爱那样陪她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她经常出差 回了家还手机不离手 宁愿都玩两把游戏 也不愿意陪我 她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 还那么无理取闹 我觉得她特别幼稚 我做的那些 都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多关心关心我 我们现在沟通越来越少了 我就像失去了灵魂上的伴侣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30岁 来自吉林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30岁 来自河北戴业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 大学同班同学是吧 对大学同班同学 七年爱情长跑 是吧 十年了 十年了 对 我们是05年入的学 报道的时候 他就对我表示了好感 第一天就跟我要了电话 当时骂 他长得挺帅的 而且不像现在这么胖 那时候挺瘦的 然后还是我们班里的国旗手 有一天骂 他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原来短信挺搞笑的 他就是说 我想和你搞对象 给你一天考虑时间 想搞就搞 不搞就拉倒 你回了两个字 拉倒 没有 然后 然后我行吧 我说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然后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没想到就是 一坚持就坚持了十年的时间 不不不 这事儿说一坚持就坚持了十年 恋爱多久结的婚啊 我们是那个 12年结的婚 12年结的婚 7年 7年之后结的婚 对对对 那应该情感非常稳定 对不对 我觉得挺稳定的 什么时候有的宝宝啊 结了婚就有了宝宝 结了婚就有了宝宝 对对 那宝宝现在也 快四岁了 怎么了 不挺幸福的吗 挺好的吗 没结婚之前 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然后对我百一百顺 千一百顺 我说一他不敢说二 我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 我让他上天他不敢入地 但是 那你得多做婚 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都听你了 就是 但是就是 自从结了婚 孩子有了以后 我们就有压力了 然后他就是 在我的鼓励下嘛 他就是开始干个体 干完个体以后 他和我的沟通越来越少 白天我看不到他人 晚上一回家 他就要对着手机 睡觉的时候 还要看着手机视频 才能睡觉 你说 你 娶了个媳妇是手机啊 还是我呀 那起码那个手机 他不跟我生气 你说 总说我 我说我烦你 我现在我确实有点烦你 你总在那儿作 他没事就是作 他这点我受不了 他都咋做的 他都咋做的 我说的也挺可笑的 有一次我本来要出去工作 他就说自己生病了 发烧有点 那我现在你要是发烧的话 我看一下呗 拿手摸摸他头 感觉温度挺正常的 没什么事 我说那个 等我回来的话 咱们再说吧 他就说不行 我肯定是发烧了 我一定发烧 他就拿着体温剂 去量体温去 他跑厨房里量去 没过一会儿 我听里面喊了一声 我进去看 这家伙拿着那个体温剂 往开水里放 体温剂都炸了 你说你怎么拿火里烤呢 我一看他都是假的 一看他那儿跟我演戏 你说这句话 你说你丧不丧良心 你说你发烧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想想 我为什么要装发烧 其实主持人 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 没回家了 而且他回家那天 他当天已经答应我 陪我去逛街 回到家 他也没有向我解释 他不行啊 今天我有事 我不陪你逛街了 这不是临时有事吗 而且你说 咱们第二天去不可以吗 那你第二天 也没有陪我去啊 第二天我都生气 成成那样 我还跟你去 他不止这一次啊 他有更夸张的时候 他有一次啊 我回家 他躺在地板上呢 他就一直在那儿说 我胸口疼 我闯不上气 我闯不上气 我看他 好像确实挺痛苦 我都打120 让那个医院 把他接走 去医院做个检查啥的 一看做检查 各项指标挺正常 医生说也没啥事 我也挺好奇的 我说那没啥事 怎么这么难受呢 我都问问他去 问他咋说的 这事我还得要解释一下 上次装发烧以后 我就发现 你肯定是不关心我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想干一件大事 来引起他对我的注意 干票大的 再说了 我也不容易啊 你说你五点半下班 我五点 我就提前八个小时 我做好准备工作了 我就在地上躺着 然后他五点半也没有来 结果六点来的 我就足足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 你那就是该 只要你躺了是 你说你说沟通也行 你说我不关心你 那你好好说 你非得这么演 你这么爱演 你咋不演戏去呢 没叫我去 要叫我去我也去 谢谢 谢谢 谢谢